雖然我們勞動黨不大啦 整個台灣從南到北 就這一個先議員候選人 就這一個政兵代表候選人 不過呢至少在整個台灣勞工運動 也就這樣子 第一次終於曾經有人勝選 所以這次我們出來選 不是說高維凱一個人怎麼樣 是整個勞動黨或者說勞工運動 大家都在看勞工運動二十幾年來 一直落選 那終於當選了 當選有什麼裁掉 所以能不能繼續這樣下去 這五年到底做得好不好 大家都會檢驗所謂勞工運動 當選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任務 在這樣的情況下 勞動黨我們的中央委員會主席 他自己在高雄 也特別從高雄過來 當然還有帶著勞動黨的 不管是從台北的區黨部 還是台中的區黨部 還是這個雲嘉南的區黨部 還是高雄的區黨部 帶著很多黨員來聲援 那我還是要先請勞動黨的中央委員會的 在這個下雨的時候 為維凱的這個信念總部 來壯大聲勢 今天我來我不是為維凱來助選 我是為台灣的民主政治 拜託大家投一票 台灣的民主政治 需要有新的希望 就像剛才我們第一發的這個表演 都是那麼年輕的補隊 台灣的民主政治 的路還很長 勞動黨回台 在議會的這個服務 是給台灣的民主政治 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這股新的力量 你要讓他 就在第一任以後就協助了 第二 我們為台灣社會的改革 投一票 剛才維凱說 有工會的朋友說 他支持維凱 他還是領22K 這是一個社會整體制度 都必須改革的一個大問題 勞動黨 維凱 在議會 的服務 就代表台灣社會改革 還有一點希望 所以拜託大家 支持維凱 不是為了他 也不是為了勞動黨 維凱從學生時代 就是勞動黨的志工 他離開學校以後 就投入勞動服務 跟大家保證 即使他不再當選 他還是會投入勞動服務 但是台灣社會的民主 台灣社會的進步改革 這條路永遠都不能停 支持勞動黨 就是讓這樣的道路 有希望 有活種 拜託各位 謝謝各位